远方的家一带一路设置组 来到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 参观印尼国家博物馆 看从海底打捞的中国古代磁器 真的是很特别 我们漂洋过海随着中国的商船 来到了印度尼西亚 然后几百年后 我们又以这样的方式来相见 走进独立清真寺 看能容纳十万人的礼拜大厅 这应该是叫什么一个穹顶 非常的有特点 它整个是一种金灿灿的颜色 走访雅加达港 登上中国远洋货轮 在一国大厂 看到来自祖国的新人 当然非常好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第49集 你好 雅加达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一带一路试制组 来到了被誉为千岛之国的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 位于亚洲东南部 地跨赤道 与巴布亚 新几内亚 东迪文 马来西亚接壤 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 由一万七千多座岛屿组成 其70%以上的领土位于南半球 因此 印尼也是南半球最大的亚洲国家 我们在印尼行程的第一站是首都雅加达 雅加达位于爪哇岛西北海岸 早在500多年前 这里是输出胡椒等香料的海港 称为迅他格拉巴 意思是耶林 因此雅加达也被称作耶成 如今的雅加达 已经发展成为一座国际化大都市 是印尼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 以及海陆空交通枢纽 远方的加设计组 来到千岛之国 印度尼西亚 这里是印度尼西亚的首都 雅加达的独立广场 在我的右手边 是雅加达地标性建筑民族纪念碑 这座纪念碑它的意义和地位 相当于中国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郑和在15世纪的时候 七次下西洋 每次都经过印度尼西亚 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 带给我们多少的遗迹和故事 在新丝绸之路上 我们又有什么新的发现 从雅加达开始 我们印度尼西亚的行程 独立广场正中央 出立着一座高大的民族纪念碑 碑高137米 顶端是一座 用35公斤黄金铸成的火炬雕塑 象征着印尼人民 争取独立和自由的精神 而这座民族纪念碑 已经成为雅加达城市的象征 离开独立广场 我们步行大约十多分钟 来到位于广场西侧的印尼国家博物馆 这里收藏了很多中国古代瓷器 记录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也见证了中国和印尼两国 友好交往的历史 如果你来到一个新的城市 想要通来它的历史和人文 那么去博物馆是最好的选择了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 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博物馆 它刚好就坐落在独立广场的对面 首先进入的是一个小花园 然后这边眼前是一尊大象的雕塑 对 我们印尼学生很多是叫 这个博物馆是大象博物馆 大象博物馆 对 对 可能就是因为 向导菲利今年37岁 是雅加达阿拉扎大学的一名教师 现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 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 听他说 博物馆门前这尊大象造型的青铜雕像 是1871年泰国国王拉玛武士 到访印尼时赠送的礼物 而国家博物馆 也因此被当地人叫做大象博物馆 走进博物馆大门 我们见到了博物馆公关部主任 斯里 韩达丽女士 阿爸 该爸 拜拜 拜拜 还没有拜拜 这边就是馆长 馆长 您好 您好 非常荣幸馆长亲自来接待我 您好 您好 韩达丽女士今年50岁 已经再次工作了20多年 听她讲 这座博物馆实践于1778年 目前是印尼规模最大 收藏最丰富的博物馆 我们的文化部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每周二 就是第一周和第三周 他们必须要穿传统服装 所以说我们今天来到的时候 刚好赶上了馆内的工作人员 穿着传统的印尼服饰 印尼是个多民族国家 总共有300多个民族 其中 赵瓦族约站印尼总人口的一半 这座博物馆既是历史博物馆 也是民族博物馆 这位先生穿的衣服 它是 就是 比如 他帽子是那个巴里道的民族 对 他们戴的 然后呢 这个他的衣服 他的衣服是那个马来族的 然后他说他的那个鞋子是 薛角瓦生生产的那个 皮鞋的 对 皮鞋 然后这个馆奖穿的是 薛角瓦生的传统衣服 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展览馆之内 不仅可以通过展品来了解 印尼的历史和人文 也可以从这个服饰上 多多少少地去欣赏和了解一些 韩达丽女士请讲解员 欧丁陪同我们参观 我们来到雕塑展厅 看到很多大小不移 形态各异的石刻雕像 听欧丁讲 这里是印尼国内 收藏印度教和佛教雕刻艺术品 最多的博物馆 就是因为我们印度尼西亚 以前有印度的 还有佛教的那个王国 所以像印度的 还有佛教的要素要什么 特别多的 而且大部分是在爪哇岛的 因为爪哇岛那个时候是 印度教还有佛教的中心 博物馆所在的这座白色欧式建筑 已有两百多年历史 曾是何属东印度公司总部所在地 虽然面积不大 但馆藏展品非常丰富 在我看来就是觉得非常的熟悉 因为在中国很多地方 有很多这样的石窟雕像 对 也是艺术非常的精美 能保存下来也是非常的难得 除了石刻艺术品之外 博物馆收藏了陶器 青铜器 纺织品 古钱币等众多藏品 在古代陶瓷展厅里 我们看到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古代陶瓷艺术品 听欧丁讲 这里是东南亚国家博物馆中 收藏中国古代瓷器最多的博物馆 目前共有八千多件中国陶瓷艺术品 它们是中国与印尼友好交往历史的见证 博物馆里珍藏的中国瓷器 最早的有唐朝的 但80%以上是明清时期的瓷器 早在秦汉时期 中国就与东南亚国家 有了海上贸易往来 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形成 这条海上丝绸之路 见证了两国文化交流 和贸易往来的繁荣 这边有一幅船的手绘图 那么这艘船是印尼的船 还是来自于中国的船 听欧丁讲 由于当时航海技术比较落后 导致沉船事故时有发生 这些来自中国的陶瓷艺术品 大多是从印尼沿海的海底沉船中 打捞上来的 而印尼沿海一带的古代沉船地点 至少有上百处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很多的瓷器的展品 其实都是海捞瓷 这些在海底 沉睡了近千年的古代瓷器 为现代人了解和研究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提供了丰富的石料 我们看到的这些非常精美的 像青花呀 还有青瓷 这都是在宋元时期 然后我们的祖先 飘扬过海 把贵重的这个中国的瓷器 然后带到了印度离西亚来 对对刚才 他也说就是和那个丝绸指路有关的 那个时候本来就是印尼和中国的这个毛衣 来往特别 非常密切 这里收藏的中国古代瓷器 种类很多 从高古瓷 到明清时期的克拉克瓷 应流尽有 尤其令人赞叹的是 几件光彩夺目的圆带青花盘 其直径达到四十多厘米 造型精美雄魂 这位先生刚才问 就是像这种东西的话 现在在中国是用来什么的 在中国每个朝代对于瓷器的工艺 还有欣赏的一种美感是不一样的 像这个在中国叫做青花瓷 它主要是盛行在元代 因为元朝是少数民族 是蒙古族 那么他们喜欢比较大的气形 他们会用来拿这样的大盘子放肉 对 那么在更早一点的时代 在宋代的时候 瓷器的气形要更小一点 我们管它叫做青瓷 青花瓷产于唐代 兴盛于元代 其特点是色彩鲜明 明快浑厚 色调分为两种 一种是灰蓝色 比较浅淡 另一种是深蓝色 更显艳丽 那个就是有阿拉伯文字 这边的 对 这个你能看得懂吗 对 那个就是我们伊斯兰教的那个珍珠 这是写着伊斯兰教的这个经文是吗 对 当年中国瓷器大量消往海外 为出口而专门定制的瓷器 不管是从气形 还是图案花色上 都做了精心设计 具有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的民族宗教特色 这都是也是明代的 明代的 都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 然后一路这样印过去的 它要消往哪里 可能我们不太确定 也许是消往印度尼西亚 也许是消往印度尼西亚 更远的地方 但是它在历史当中 它选择停留在了这里 然后几百年后被打捞上来 然后呈现在我们面前 为我们提供了一段 海上丝绸之路的 非常有力的物证 这些太珍贵了 为了将更多沉睡在海底的 中国瓷器打捞上来 从2012年开始 印尼国家博物馆 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开展合作 共同打捞印尼沿海 中国古代沉船中的瓷器 听欧丁讲 除了共同打捞海底沉船中的瓷器之外 印尼国家博物馆 还与北京故宫博物院 开展了考古发掘 文化交流等多项合作 真的是很特别 我们漂洋过海 随着中国的商船 来到了印度尼西亚 然后几百年后 我们又以这样的方式来相见 2013年10月 在印尼进行国事访问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到 早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汉代 两国人民就克服大海的阻隔 打开了往来的大门 15世纪初 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 七次远洋航海 每次都到访印尼群岛 留下了两国人民 友好交往的历史佳话 几百年来 遥远浩瀚的大海 没有成为两国人民交往的阻碍 反而成为连接两国人民的 友好纽带 印尼国家博物馆 成立的大量中国古代瓷器 就是两国人民 友好交往的声动力证 是对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林的真实诠释 走进独立经浸寺 看能容纳十万人的 礼拜大厅 我发现我们这个 这应该是叫什么 一个穹顶吗 非常的有特点 它是整个是一种 金灿灿的颜色 拜访大师观点 听大师讲两国元首 不谋而合的构想 我有一个很不确切的 或者是很不恰当的 称赞名 就像您自己之前跟我说的 真是一个好的推销人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49集 你好 雅加达 正在播出 印尼 是世界上穆斯利人口最多的国家 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 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清真寺 在独立广场北侧 就有一座宏大的清真寺 伊斯蒂赫拉尔清真寺 远远看去 一个白色的巨大半圆形屋顶 十分醒目 伊斯蒂赫拉尔在阿拉伯语中 是独立的一寺 他是为庆祝印尼独立而清建的 国家清真寺 因此人们也叫他独立清真寺 从这边就等于正式进入清真寺了 我们在新年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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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做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要脱鞋 袜子可以穿 进入清真寺 首先要脱鞋 而且不能穿着短裤 清真寺不收取门票 但必须有工作人员陪同 按规定路线进行参观 并且要付给陪同人员 小费作为酬劳 进行过登记之后 我们跟随工作人员苏巴诺 开始参观清真寺 苏巴诺今年42岁 在这里工作了将近20年 听他说 穆斯林在做礼拜之前要进行沐浴 清真寺为此专门安装了660条自来水管 每条长达61米 工作人员也要进入到里面 然后洗一下去吗 清真寺是穆斯林做礼拜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也称为礼拜四 作为印尼国家清真寺 这里除了接纳各界穆斯林礼拜外 每年还要举办有关伊斯兰教的博览会和学术讨论会 我们现在进入的是第二层的部分 那么整个的清真寺它是不是封闭的 它是通透的 我们看到一块指示牌 听菲利说 穆斯林做礼拜时 要朝着圣地卖家的方向 而独立清真寺里 是有很多块这样的指示牌 这是卖家的方向 卖家的那个方向 那边写的就是我们祷告的那个时间 做礼拜的那个时间 一共有几个时间 有五次 对于穆斯林来说 他们一生都与清真寺关系紧密 从出生起名到离世后的葬礼 都在清真寺由阿洪主持举行 除了日常礼拜外 每逢宗教节日 穆斯林都会在清真寺庆祝 在1978年建成 1961年开始设计 那么1978年才建成 对 就是有那个时候 已经是数号的中宫 所以说整座清真寺 它用了十几年才建成 所以整个整个时间 要有的时间 要有的时间 17年 17年 对 听苏巴诺讲 独立清真寺 作为雅加达伊斯兰教的宗教文化中心 还开设了学校 教授古兰经 并设有图书馆和阅览室 那这样说来的话 建这座清真寺 一定是花费了不少的资金 听苏巴诺讲 大厅内部完全用大理石铺设 其中仅大理石石柱 就有4400根 而建造这座清真寺 共花费了9000亿亿米卢比 按照现在的汇率计算 将近5亿元人民币 那在当时这座清真寺 也算是整个印尼最浩大 最重要的一个工程了吧 那时候 在这座清真寺 这座清真寺 当时这座清真寺 也算是一座最重要的工程了吧 是 独立清真寺 主体建筑是一座中央礼拜大厅 面积有1万平方米 作为国家清真寺 印尼重大的伊斯兰教活动 都在这里举行 印尼总统及政府要人 也经常来这里做礼拜 中面积大概9.5公顷 包括停车场 9.5公顷总面积 那么可让多少人来这边 一同做礼拜呢 可以容纳大概20多万人 一起同做礼拜的 20多万人 听苏巴诺讲 独立清真寺的设计师 名叫弗雷德里克希拉班 是一名基督教徒 而他却设计出如此华丽壮观的清真寺 令人赞叹 我发现我们这个 这应该是叫什么一个穹顶吗 非常的有特点 它是整个是一种金灿灿的颜色 是因为打灯的效果吗 还是有没有特别的设计 它们每周每个星期会灌灯 是吗 会白色的会铝色的 今天刚好是黄色的 巨大的穹顶雕刻的美轮美欢 人们不由地会被它的 宏大和精美所震撼 到了中午礼拜时间 大厅里挥荡起 雄厚优扬的诵经声 一些穆斯林陆续走入大厅 我们来到一楼 看到很多穆斯林正在做礼拜 大厅分为男女两个区域 男女信徒不能进入对方的祷告区 在1961年的时候 做礼拜就用到了 国音设备吗 所以从来开始已经使用了 那是吗 那是用来的声音 所以我们有的面团 在上面有几个面团 有几个面团吗 有几个面团吗 一面团 因为这东秦正是吗 它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塔 然后就在里面 他们也放那个 什么音团 就是可以听见 就周围的那个环绕 独立清真寺建成之初 并没有扩音设备 由于大厅穷顶 是利用建筑声学原理进行设计的 即使没有扩音设备 诵经声也能响彻大厅 诵经的话 方圆多少公里可以听得到呢 如果像声音 或者声音 或者声音 那就是这里 有多少个人 我们来到大厅外的回廊 看到不远处 矗立着一座尖塔 上面安放着很多喇叭 听苏巴诺讲 这座塔高66米 建造独立清真寺时 汇聚了印尼各地的建筑人才 和能工巧匠 这座清真寺不仅是宗教场所 也是汇聚了多元文化的建筑杰作 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我们走出来之后 对面就是天主教堂 对 那边就是天主教堂 也可以说是我们亚加达 其中一个最古老的一个教堂 这两栋建筑 哪栋比较古老一些呢 应该是那栋天主教堂 比较古老 印尼奉行宗教信仰多元化的政策 伊斯兰教 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 印度教和孔教 是政府认可的六大宗教 众多宗教一直以来都和睦共处 你说圣诞节也是法定节日吗 是 是 是 也是我们政府定的一个公共假日吧 我知道春节也是 对 春节也是 春节也是 所以反正我自己觉得 像这么多元文化的 多元化的一个国家 像我们印度尼西亚 我们还挺 就是包装性还是很强的 真的 虽然印尼是当今世界上 穆斯林人数最多的国家 但却不是伊斯兰教国家 宪法中明文规定 印尼不设立国教或官方宗教 这体现了对其他宗教的尊重 离开独立清真寺 我们继续行走雅加达 雅加达不仅是印尼的政治中心 也是金融和工商业中心 随着近些年来 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 雅加达已经成为世界上 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 人口总数超过了1200万 由于城市人口的增速 相比较其他地方更快 雅加达已经成为世界上 最拥堵的城市之一 我们在拍摄过程中 也亲身体会到 雅加达的交通状况 早晚高峰时 街道上挤满汽车 摩托车 经常一堵就是几十分钟 人们花费在交通上的时间很多 我们来到雅加达最繁华的市中心 此时已经夜幕降临 车道上车水马龙 那么我们现在夜晚来到的是中部 对 是我们雅加达中部 高楼非常的多 然后现代化的建筑 琳琅呢 这是我们雅加达中部 可以说是现代化的 就是碑谱的话是比较古老的 这儿的话就比较繁华的 现代化的一些代表性的建筑 都是在这儿 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 雅加达成为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 人们时刻都能感受到 它在不断变化 你知道吗 晚上看雅加达会觉得 它特别的迷人 特别的漂亮 就连白天我们如果是行驶 在路上的时候 会小小的有一点抱怨 这边的交通稍微有一点的堵 但是到了晚上你看 这些车灯都亮了起来 像小星星一样点缀在道路上 你会觉得 这座城市非常的有活力 而且我们现在地下 就是新建的那个地铁 但是还没有完成 估计可能是在明年 才可以使用的 那作为一名印尼人 你需不希望雅加达 或者是说印尼的其他城市 发展的脚步也是越来越快 听菲利讲 如今的印尼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左科总统非常重视 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和国民经济发展 因此雅加达不仅在新建地铁 还在扩建港口 机场等基础交通设施 我们非常希望就是通过像现在的这么快的 我们也是自己感觉 就是我们雅加达的这个发展 也是挺快的 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整个这个发展的 也是传染到我们 不单单是在雅加达 但是印尼各地区的也是会 其他的城市 对 如今的雅加达可谓是日新月异 菲利对此深有感触 他每次回到雅加达 都会感受到这座城市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看着你生活的城市正在加快步伐的发展 你自己心里是 当然也是觉得很 有那种很骄傲的那种感觉 自己觉得好像我们雅加达 现在发现的也是挺快的 就是就自己觉得 身为雅加达人 身为伊尼人也是自己觉得很骄傲 其实每个人都这样 希望自己的家乡能够越来越好 是 是 是 夜色沿映下的雅加达格外迷人 闪烁的霓虹灯以及穿梭往来的车流 一同装扮着这座现代化都市 随着不断建设与发展 雅加达也会愈加美丽和繁荣 走访雅加达港 登上中国远洋货轮 在一国大厂看到来自主国的亲人 当然非常 拜访大师官邸 听大师讲两国元首不谋而合的构想 我有一个很不确切的 或者是很不恰当的称赞力 就像您自己之前跟我说的 真是一个好的推枪人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第49集 你好 雅加达 正在播出 雅加达是一座海港城市 优越的地理位置 使这里称为印尼海路交通的枢纽 雅加达港作为东南亚重要的港口之一 每天都有往来与世界各地的船舶 停靠于此 在中原海运集团印尼公司经理 施鹏飞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雅加达国际集装箱码头控制中心 见到了工作人员苏利亚萨巴赫 走进操控中心 见到很多工作人员正在忙碌着 听苏利亚萨讲 控制中心主要负责指挥调度 集装箱码头的船舶停靠和货运装卸 这是我们的控制中心 我们有那个码头里面 第一场区域的一个中央控制中心 还有一个船部现场 作业的一个中央控制中心 所以每一个箱子在码头的情况 跟当船的情况进度 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综合控制的 集装箱码头 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货轮停靠 听施鹏飞讲 过一会儿中原海运集团的 桑托四号货轮就要进港停靠 上整个港口的话 它的面积是多大呢 八百公尺的总共 总共有100公尺 100公尺 100公尺 这个码头的区域也是100公尺 雅加达集装箱码头 占地100公尺 是印尼国内最大的集装箱码头 有码头脖位24个 海岸线长达5500多米 最大水深12.7米 可停靠1.5万吨的船舶 听苏利亚萨讲 每个月至少有150艘货轮再次停靠 中原海运集团是码头合作客户中 最主要的航运公司 我们在印尼的市场氛围已经 经过5年的发展 已经翻了一倍 翻了一倍 那么在5年之前是什么样的数据呢 5年以前我们把主要的市场 在印尼的市场投入的比较少 那么从5年以前 以前开始我们就开始 整个东南亚集中的网络的故事 那么经过的网络的完整的故事 我们连通了欧美 中东 南非 南美 全球的行业都连通了 中原海运集团是近30年来 第一家入驻印尼的中国企业 1995年 他们与雅加达当地一家海运公司 合资注册了中原海运集团印尼公司 主要提供海上集装箱运输 陆路运输 集装箱堆长 以及印尼国内各港口的船舶代理服务 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 我们了解到马上就有一艘 中原海运的船只要停靠到 中原船都是靠 中原桑托斯号马上就要靠港了 桑托斯号货轮即将靠岸 我们跟随施鹏飞来到码头 看到满载货物的桑托斯号货轮 缓缓靠向码头 听施鹏飞说 这艘货轮的排水量是1.5万吨 属于中型货轮 刚好适合雅加达港的停泊水深 除了从中国沿海港口至雅加达的定期航线外 公司还开通了雅加达 货轮靠岸后我们登上甲板 见到了船上正尉王国泉 在雅加达遇到来自于中国的班轮 心情还是有点激动的 很亲切 我们也很激动 在一国踏山看到来自祖国的亲人 我们真的非常激动 在海上航行了多久了 航行了已经从舌口开出来有五天了 有五天了 王国泉今年48岁 有着近30年的航海经验 听他讲 这座货轮从上海始发 途经多个港口 历时35天到达雅加达 我们来到驾驶舱 见到了船长刘毅 他今年41岁 有20多年的海上航行经验 那相当于雅加达港口的这个速度和效率 您觉得有变化吗 有 因为现在我们因为中方的技术的参与 所以那个比较大的效率已经大大的提高了 您说的是中方技术的参与 听刘毅讲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 印尼的货物运输主要依赖海运 随着中国与印尼在港口管理和运营方面的合作不断加深 现在装卸货物的效率已经有了很大提高 我们可以看到啊 现在这个集装箱都是非常整齐的排在这边等待的装卸 那么除了集装箱还有这是 东风的那个混牛途搅拌车 还有前方的 那个是这个叫起重机 我们机械产品 然后我们那个小家电 仿泽品 桑托斯号货轮上装载的 主要是从中国出口的各种工程机械设备 这些设备将在很多中国企业承接的 印尼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中 发挥重要作用 这就是我们一带一路的初步的深落 那么这样的货 中国企业走出来的时候会越来越深多 那么这些的运输 作为一个我们国内的一个组传队 运输的保障工作 那么由我们积极地去参与 等于说中原海运也是见证了 中国的国企也好 还是民企也好 走向海外的一个过程 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 和贸易往来日益频繁 近年来海运的货运量逐年增加 中国的海运企业经过整合 规模不断壮大 中原海运集团 目前拥有各种船舶近800艘 船队规模 居中国第一 世界第二 航线遍及全球16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1600多个港口 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原海运集团的全球化进程 不断加速 他们在国际海运市场上 赢得了良好声誉 成为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传递中国形象的代表企业 在印尼 像中原海运集团这样 成功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 还有很多 为了更多了解中国与印尼两国 当前的经贸合作和友好关系 我们来到中国驻印尼大使官邸 见到了谢峰大使 你好你好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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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啊 打扰您了 欢迎欢迎 听谢大使说 由于很多外国友人 都很喜欢中国菜肴 他便经常邀请外国朋友 到官邸来做客 印尼的副总统 来参加过家宴 对 那我很想知道啊 我们这边为副总统奉上的 都是什么样的家肴呢 好 我们官邸呢 这边的师傅呢 是从四川来的 是川菜 这个印尼 这个你们也来了 喜欢吃辣吗 他喜欢吃辣 那么我们川菜呢 这个虽然你像这个用料 并不是这个讲究一定要 比如这个山珍海味 但是它特别在这个味道上下功夫 听谢大使说 印尼的饮食文化日趋国际化 在雅加达等大城市 世界各国的风味菜肴 应有尽有 尤其是中国菜 近些年更是受到越来越多印尼人的喜爱 这些照片都是什么时候拍的呢 跟你讲讲这个啊 听一听照片里的故事 你看这张照片 这是新任总统 就是新任总统左科 是 但实际上当时呢 还没有这个举行就职仪式 2014年6月 谢大使商人是正逢印尼大选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结识了刚刚在竞选中获胜的新任总统左科 跟他握了手以后 转达了习主席的这个祝贺 他非常高兴 他把我专门引到他的这个一个会客室 就是这张照片在的这个地方 而且还跟我坐下来 一起交流了20分钟 他说我这个执政 上台这个执政以后啊 就是要大力的这个建设 当时叫海上高速公路 我说你这个海上高速公路 具体是指什么呢 他说实际上我这个海上高速公路啊 就是互联互通 把印尼的各个岛 印尼和世界要更紧密地连接起来 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国和印尼两国关系 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2013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访问印尼期间 提出建设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而2014年 左科总统也提出海洋强国战略 那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说 你说的这个海上高速公路 跟习总书记提出的 这个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这个是非常相同 非常契合的 他听了以后他就问我了 他说你说的这个习总习 这个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到底是什么内容啊 那么我就尽我所能 把我这个把对这个 海上丝绸之路啊 一带一路啊 这个理解 跟他这个介绍了 他听了以后非常感兴趣 所以我就借机 这个给他提出一个建议 我说我跟你介绍啊 这个不如你直接去 和习主席去这个交流 因为习主席啊 第一是他提出这个倡议的 第二呢我们习主席啊 是从村干部 县干部 这一级一级做上来的 刚好跟走客总义 经验非常丰富 那么正好呢 我说这个11月7号 在中国北京 要举行这个APEC工会 非常欢迎你到北京去 我说你第一去了以后 可以跟习主席认识啊 第二呢 既然你们的这个海上 高速公路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这么契合 那为什么不 大家在一块 好好讨论一下 看看能搞一些 什么具体合作呢 他听了以后 他觉得说得很有道理 他说我要积极地考虑 我说你想好了以后 你通知我 所以这样一来呢 等于是那天见了20分钟 那么过了几天以后呢 他又主动约我去了 这个就是 这边还有一个照片 主动把您邀请到 也是 这是 那次见完以后 他又约了我一次 那么这一次呢 他就来告诉我了 他已经决定了 他要去参加这个APEC峰会 就那短短20分钟 然后左客总统就决定了 那谢大使 我有一个很不确切的 或者是很不恰当的称赞您 就像您自己之前跟我说的 真是一个好的推销员 中印两国有着悠久的 友好交往历史 如今两国都在快速发展 存在着很多合作潜力 和发展机遇 我们现在国内非常成熟 这个优势 富裕的产能 正好是印尼这地方 最需要的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 中国企业到这来 是身风其事 所以我那次第二次 去见总统的时候 我就改变了一般的大使 可能就要谈外交 谈国际政治 我事先就让我们的同志 一块研究 好好地把我们这个基础设施 我们的融资条件 印尼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 需要大力发展基础设施 中国作为基建强国 与印尼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 一个在北京跟习主席谈的 非常透极 双方就怎么对接 发展战略 深入的交换来接 达成了重要的共识 我想这个是为后来 一直到现在 两个务事合作 这样是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 一直延续至今 正在续写新的繁荣 这条承载着 有意的海上丝绸之路 把中国和印尼两个国家 紧紧连在一起 一同携手向前 有波涛的海面 就有方帆 方帆连成片 远航不孤单 我等出院 用诗书相传 每一句都是 爱的起点 朋友之间 坦诚相见 有福同乡 有难同胆 历经了岁月 春秋冷暖 感情在眼神 像丝绸一般 有一条路 在呼唤 带出心 穿越万水千山 千丝万缕 千丝万缕 静静相连 就注定了你我 相见的今天 心就不停 在宣传 时间没一秒 瞬息万变 因为有你 就没有大乡 我们同在 一个家园 家园 在宣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